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時攻略 請跟大家跟進一下大事表現 看到港股在七番新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看到都是押的 今早早是低開118點 看到跌幅一度是收窄 最少是收窄去到跌21點 見過22,152點暫時的高位 不過看到上午10點之後 明顯股價的大市是下滑 跌穿了開始的低位 最新是做22,054點 跌120點 跌了0.5% 至於國企指數方面 見到最新是跌48點 步9033點 跌了0.5% 大致成交是246億 看看A股方面的走勢 見到A股方面 相大指數都是向下的 互相300指數跌1點 步3,219點 至於上證指數方面 跌1點 步2,992.2 都是3,000點下 至於深淨成指 跌35點 步10,360點 這一節我們請來Jason 跟大家講一下豪賭谷這個版塊 Jason 你好 Iris 你好 榮尼澳門宣佈了第二季的業績 股東應佔日理有6514.4萬美元 岸年跌1.1 另外 停整後物業的EBITDA 是1.9億美元 上升跨近1成 都比市場預期好 不過見到今天的股價 就是跟隨大市響下 在豪賭谷裏面 跌得比較大 跌幅有4% 最新是做12.8 是不是那個業績 都比市場為之差呢 其實就說回經調整後物業的EBITDA 這次的升幅都有接近1成 算是不錯的 你比較今年第一季的時間 其實第二季這方面的表現 都有回暖 亦都是比起市場預期 1.74億 大概都是升7.幾% 這個預期 這次出來的結果 都是為之好的 但是為什麼你說出完這個結果之後 反而令到股價跌了下去 都可能是因為大家 看裡面一些比較細的數字 就覺得不是說真的那麼安心 例如說這次去EBITDA 雖然是有個不錯的增長 但是當中你說看回 好像中場方面那個投注額的收入 其實都是按綿出現一個下跌 都跌接近1.7% 貴賓廳的業務的跌幅是更加大的 都要跌成是接近2成4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你說這些業務 那個收入明明是下跌 但是到最後竟然可以 利潤方面是有一個提升 很大程度都是靠那個 所謂賭桌方面的淨贏額 或者淨贏率 這個就純粹是說那個運數 如果你說過一期賭場方面是好運一點的 那會將賭桌可以贏到多些錢的 變相對於賭場來說 那個盈利是會有個幫助 那見到是今次在貴賓廳方面的賭桌 就是整體那個贏額佔的轉馬數的百分比 去到整接近3.98% 都高過那個市場預期2.7%很多的 也都是比起 說著去年的第二季 只有2.92%來講 都高了接近是一個百分點 這個是相當之重要的一個元素來的 那除了你說過貴賓廳業務的贏額高了之外 也都是看回那個中場分佈的倒桌的 那個淨贏額方面 也都是有個改善的 那這一方面就令到他整體的Ebitda方面 是有個拉高了 那大家都知道 由於剛剛都講過這一部分的淨贏額 淨贏率的因素 都是很講那個運氣 還有都可能是一個叫做不能夠持續的因素來的 那就是說你這一季做得好 是不是就等同去到下半年方面 都一定是這麼幸運 都一定是可以贏到這麼多錢 那這一方面就是有個變數在這裡 那所以如果你說整個業績 純粹都是靠這個淨贏率的改善而是帶動的話 大家就擔心未必說能夠可以保持到去下半年的 反而大家比較聚焦 比較集中去看那個的薄水收益 或者叫做整體的業務的收入 是否有個上升呢 那暫時看回永利出來這一盤數 都未叫做有個很明顯的改善 那所以暫時如果你說單體那個業績的表現 股價跌下來的確是有去的原因 嗯好啊 那看到了 其實都不是說沒什麼憧憬的 好像在下個月的22號 就是永利皇宮計劃會開幕 相信會獲分派大約100張賭桌 那開幕後就會獲分派就是額外的賭桌 那這個會不會可以說下個月可以帶動股價 可以有些回升呢 是的 那這次現在都說到 就說他接下來開那個新賭場 永利皇宮方面呢 那就是一個相當大的project來的 那但是你說結果 說到那個公司今次的預期呢 都說在永利皇宮開了之後 都只是獲得分配100張的賭桌呢 其實就不算說一個特別驚喜的消息 因為之前市場的預期呢 說起碼會有200張至250張的賭桌可以分配到 那這次如果你說真的到最後 只獲得100張新賭桌的話呢 那我都相信對於市場來說 是一個挺失望的元素來的 那可以留意一下 就說公司方面都說到的 如果你說一個新賭場 就只是獲得分配100張賭桌呢 就會由現時那些其他的賭場 就是永利澳門那邊呢 就會再額外調動多 就是250張的賭桌 就去分新的賭場那裏 那令到新的賭場呢 就可以有350個賭桌 那你說舊那個是永利澳門呢 就剩下270張的 那如果你說純粹用一個 所謂的調動的形式 來把新賭場的賭桌增加 而不是說整體的集團可以多了賭桌的話呢 其實這一方面呢 對於市場來說 不是一個說真的好利好的消息 那也都是見到好像Morgan Stanley方面 也是最新發了一份報告 就說覺得呢 他這次真的獲得分配100張賭桌的話呢 是遠遠低於市場的預期 那也都是會覺得這個因素 令到他未來的60天呢 那個股價會是跑輸大市的 那可能都是因為這份報告啊 或者這個消息呢 就令到今天他的股價呢 都靈靈蝕蝕跌得比較多 嗯好啊 那看到呢 如果呢 那家庭觀眾是想呢 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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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豪賭股的話呢 會不會選一隻龍頭 譬如金沙中國 會比較直播一些呢 因為金沙之前都出過業績了 那看到呢 那六月份那個中場收入呢 就是兩年以來第一次呢 就是轉正的嘛 那會不會變成金沙中國的那個前景比較樂觀一些呢 是啊 如果你說看那個叫做第二季度的業績方面呢 那的確金沙方面就比較是有個優勢呢 因為剛剛都提過 那個中場收入方面是能夠有一個正增長 那剛剛提過永利方面呢 都還是要負增長的 那所以變相如果你說真的比較底下呢 似乎金沙方面就比較是直播一些 而且都可以留意的 因為金沙其實接下來在9月13號呢 都是有個新賭場就是巴黎人方面會是開幕的 那大家對於這個賭場整體來講呢 那個期待是比較高一點 而且就始終他先開的話呢 就會有個好處的 就是會不會都可以預先吸收一批新的客人 令到說就是永利皇宮 即是再去開的時候 可能會有個相對的蝕底呢 那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兩間來到比較底下呢 我自己都偏僱在現階段呢就買回一隻金沙呢 相對來說是會直播一些 那也都是看回它的股價方面呢 因為看到它之前出了 即是沒有公司出了業績之後呢 都令到那個股價是那天彈了上來的 那就是跟今天永利方面那個的表現呢 是完全是 即是差天墓地啦 即是永利今日跌 那金沙那天就升那麼多 那還有你看到它升了上來之後呢 也都是沒有說因為 今天的市場回到百多點嘛 而它有個很大的下跌 反而你說早上去初段有個低開的 那但是落到二十九元左右呢 都即時是找到的支持呢 就立即是彈上來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股價進一步是 就是前日的高位 三十個六都升穿了的話呢 那我相信整個升浪呢 是有機會網到上去可能三十二元以上 那所以現階段你說要買些豪島股呢 那可能金沙就相對來說是直播一些的 還有看回今年以來的表現呢 金沙相對來說都比較落後 因為反而你說永利呢 都屬於今年是最強勢 升幅累積都是最多的股份 那所以現階段如果市場是最落後的 那可能呢 永利就會比較吃虧一些 而相對落後的金沙呢 就會可以追上來的機會會大些了 嗯好啊 那最後跟大家就很快跟進去 剛才說過的豪島股的最新的造價了 那看到呢 金沙在中國呢 就是升百分之2.3 升一毫止暴三十一毫半 至於永利澳門呢 就是跌百分之4.12.78 那其餘的呢 就譬如有銀魚那樣 都是跌百分之0.6 最新是做25.7 至於美工匯方面 跌百分之3.2.11.24 好 那跟Jason你先做回申報 剛才說過這麼多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多謝你這麼長長的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角環節 待會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角環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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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